好 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因为今天是我自己自导自演 所以我就没有找任何人来帮我开场了 那今天很高兴大家都可以线上来参加 这个除处馆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这个讲座 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我会先针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图书馆跟这个永续发展目标到底有什么关系 接下来呢我会分别介绍公共图书馆跟学术图书馆跟SDGs之间的一个可以做的事情 那当然最后我自己在计划底下呢做了一个图书馆SDGs的网站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贡献柜馆的故事到这个网站来 那我想我就开始今天的一个内容 好 首先我们先谈谈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那虽然大家这几年听SDGs大概也听到烦了 其实SDGs是联合国长期的整个发展的全球共融的轨迹的最新的一个项目 那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之前呢 其实有一个千禧年的发展目标 叫Mernanian Development Goals 简称叫做MDGs 那这个目标呢 过敏思域是在2000年左右启动 希望在2015年能够达到一定的目标 在MDGs里面呢 它其实主要是着重在于世界上落后国家或未开发国家的民众跟社会的需求 里面包含了八个主要的目标 还有在目标里面有21个相关的指标 那这些我们等一下在SDGs里面都还会看到这边所谓的目标跟指标等等的一个概念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MDGs里面呢 主要是希望能够减少这个极端的贫穷率 那希望能够普及初等教育 以及一些在落后国家比较严重的疾病的蔓延 那因为MDGs是希望在2015年左右达成 那我想这个世界也没有这么美好 说要达成就达成 那于是在2015年眼看着MDGs的一个期限快到了 于是联合国又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发展议程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称的2030年的永续发展议程 或者是永续发展目标 那各位可以看到联合国在2015年 举办了这个永续发展的高峰会 那在这个会议里面的这个议程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英文叫做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类似像这个样子 那在这个项目里面 它不完全就是着重在所谓的落后国家 而是希望能够比较全面性的 针对民众就是人 或者是地球还有繁荣的一个行动计划 那希望我们这个世界能够更适合为万物所聚 那当然我们人类也是万物之一 好 那里面的目标其实包含了消除贫困 促进繁荣 扩大机会 希望能够对人类的生活经济成长跟环境保护 这几方面都能够有正向跟建设性的改善 好 那整个议程里面所包含的项目非常多 不管是从序论宣言一直到执行手段等等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SDGs的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在里面在这个宣言里面会谈到的目标 那在这个目标每一个目标呢 它都有一些具体的指标或者是具体的目标 那把它称之为叫做Go Target 那推动的时程呢就是希望从2016年到2030年 那现在已经2022年了 那眼看着这个SDGs的这个目标呢 就又过了这个六年去了 好 我们会看到在SDGs如果我们把整个永续发展议程 然后比较限缩在这个几个目标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DGs呢 它有所谓的三个批跟三个主题 那一个就是地球我们的星球 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就是民众 那第三个在谈的就是所谓的繁荣的部分 那里面有三个主题 这三个主轴呢包含第一个叫做负能 换句话讲说 我们可能会对一些比较这个弱势的民众 我们希望给予他们一些技能或者是钓竿 让他们去钓鱼 而不是直接给他们鱼这样子的概念 那第二个呢叫做韧性 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自然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城市都有一定能够从一些人为 或者是自然的灾害或困境里面复苏 重新再来的一个特性 那第三个呢就是讲究平等 就是不论贫倦贵妇等等啊 那大家都应该要有一定的一个权利 这样子那各位其实在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姑且不要讲太多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图书馆会怎么 为什么会跟SDGS有关呢 即使在右边的三个主轴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至少在负能跟平等这两方面 就是我们图书馆希望做到的一些事情 不管我们的这个资讯素养的这个训练 其实也是希望说我们的我们的读者能够 自己有一定的一个技能在 那更不用讲说我们的图书馆基本上就是一个 不论评见贵妇或怎样 他都能够共同进到我们图书馆的场域来 那我们也强调所谓的一个包容的概念 那就跟这个平等是有关系的 好那这张图大家已经看很多了 那这个就是在整个议程里面 2030永续发展议程里面 定了17个目标 那这17个目标有针对人的 有针对我们的星球的 然后有针对我们的社会的等等的一个方面 那我底下呢就把这17个目标呢 就是把它列出来 不管是这个消除贫穷 消除饥饿 然后健康福祉等等等等 总共有17个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在这边逐一去念了 那这边各位看到的是前面的6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负担的清洁能源 7 8 9 10 11 然后接下来就是12到17 总共有这17个目标 那等一下我的这个讲座里面呢 就或多或少就会针对图书馆 可以针对这17个目标 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大概都会稍微跟大家做介绍 好 那在每一个go底下呢 它又这个SDGs呢 又列出了很多具体的目标 那它用的是叫做target的这个词 那总共有169个具体的目标 那更细一点呢 还有每一个目标 它怎么样子去确认 它是不是有达到了 那因为这边有169个目标 我当然也不可能一个一个讲 所以我就举其中的一个部分来给各位看 那这个是在SDG里面的第四个目标 就是所谓的优质教育的这个目标 那它在里面 那它在里面各位可以看到洋洋洒洒 就列了很多的这个target 从4.1一直到4.7 然后接下来还有4.A 4.B 4.C等等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这里面每一个每一个这个target都写到说 2030年要怎样 例如说要确保所有的男女学子都能够完成免费公平优质的这个中小学教育诸如此类的等等 或者是在4.5里面呢要提到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距等等 那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在这边所列出来的毕竟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广泛的用词 那如果我们要确定的去实现到最后要评估说我到底做有没有做到 那基本上我可能会需要有一些量化的评估 例如说有多少percentage的什么样子的人可以接受什么样子的教育诸如此类的 那这些其实是都应该要把它这个罗列出来 那那个就是比较这个detail比较细致的一个目标了 那当然我们就会看到在里面有很多的事情 你各位就会讲说 那个我们图书馆哪有办法确保所有的男女学子都完成免费公平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诸如此类的 的确它也许是放在一个比较大的框架里面在谈优质教育 或者是在谈性别平等等等的 那其实我们就会看说图书馆怎么样子在我们的任务跟使命里面去协助这些目标的一个达成 那我们怎么可以做可以去促进这些目标的达成等等 那联合国定了这个2030年的永续发展议程之后 其实从各个国家接下来是各个大城市 它其实都陆续的定了他们自己针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到底可以怎么做 举例来讲 洛杉矶他们其实就定了一个跟永续发展目标有关的一些project在执行 那当然在台湾我们就是透过在行政院底下有一个永续发展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行政院的院长 那接下来就会根据我们刚才17个目标等等等等 那就分别有各个不同的部会去协助处理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一张投影片里面 我们可能会关注的例如说在这个大学图书馆 我们就会说我们是这个教育部管的 在教育部底下 所以我们可能会说大概跟我们有关的就是教育品质等等 那如果是公共图书馆 你甚至会发现公共图书馆的主管机构也是教育部 那当然跟文化部有关 那可是我们就会发现 看起来我好像只要去顾到这个教育品质的这一环就好了 因为其他的什么内政外交国发等等 似乎应该跟我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在最近到金门去的时候 到金门的文化局跟他们的乡镇馆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大家一开始也是以为说 我们好像只有在这个教育品质部分 优质教育的部分会是跟图书馆有关的 可是我们图书馆做的很多事情 其实都会跟 不管是性别平等健康福祉 或者是永去城市减少不停等等等 其实都是会有关联性的 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跟各位进一步做说明 好 所以前面就是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跟永续发展议程的这17个目标 还有target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包含有哪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下说 这个SDGsgo SDGs到底跟我们图书馆界有什么关系 首先大家一定都听过IFLA 就是我们经常把它称之为 简称叫做国际图联 基本上国际图联一开始 在联合国订定这个SDGs之前 就一直的倡议 在讲SDGs的时候 不可以忘了图书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整个制定的过程之中 IFLA就不断的倡导 所谓的资讯取用跟图书馆界 对实现SDGs的一个重要性 各位在这边看到 这个所谓的资讯取用 它的英文就叫做Information Access 首先第一个就是 当我们要能够支持永续发展的时候 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相对应的知识 那怎么样子提供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读者取得了解永续发展 还有整个永续发展里面 所需要的一些资讯 这其实就是图书馆的一个责任 那我们就提到说图书馆跟馆员 在永续发展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媒介角色 也就是我们可能会有教育的责任 我们可能会有所谓的社会的责任 文化的责任 这些都会跟SDGs有关系 那大家如果 刚才我一开始其实就提到了 我们图书馆基本上是提供了一个 中立平等包容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就是符合SDGs里面 平等equity的这个主持在 另外图书馆到底在SDGs里面可以做什么 那我想最主要的就是 我刚才提到的资讯取用 还有公众使用这个资通讯技术 跟文化资产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都扮演着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甚至是把 所有这个SDGs的这些 这个线头跟线头之间 就是我们从点到线到面 都能够把它串接起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除了在整个过程之中 这个IFLA非常的 强调图书馆的一个重要性之外 其实在SDGs正式订定之前 在2014年的IFLA的年会 那一年在里昂举行 那就有一个里昂的宣言 各位在这边可以看到 它的英文叫做 里昂Declaration on SS2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在这边其实就是再一次的 提出资讯取用跟相关的一个技能 对于整个全球永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性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责任 就是在于普及 其实他在这边用的词就是Literacy Literacy这个词我们知道 在国外国民教育比较没有普及的地方 它其实在谈的是独显能力 那我们现在其实进一步已经谈到 这个素养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图书馆必须要让我们的民众 不管从基础的读写能力 或者是素养上面 我们都必须要赋予 这个民众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让他们能够增加获得资讯跟知识的机会 才能够进一步来支持这个永续发展 那也因为IFLA在整个SDGs的制定的过程之中 不断的进行所谓的倡议 那因此其实在SDGs里面的第16点 第16点是跟公平正义有关 那其中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就是提到说要确保民众 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取用资讯 然后能够保障基本的自由的人权 那就把这一点就列到这个target的16.10 那这一个基本上就是从IFLA不断的倡议里面 去把它放进去的 那么图书馆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实践SDGs呢 那我在这边呢 针对了17个目标呢 我分别列出了一些时间的方式 那第一个最基本的 我们可能会看到在每一个购里面 都会需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确保所有的人都能够平等的取得资源跟服务 让民众能够 我来看一下 让民众可以得到改善生活的机会 或者是让他们能够得到跟健康跟福祉相关的一个资讯等等 那我当然不会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去讲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举例来说 在消除贫穷这边就有提到 我们现在的行动图书馆 行动书车 某种程度到偏眼地区去 让那一边的民众可以取用图书馆的馆藏服务跟网际网路 那某种程度就是赋能给民众 那当民众有相对的技能之后呢 他或许就有技能 他就有办法去翻身 就能够消除贫穷等等 那同样的行动图书馆的这个概念呢 也就会放在后面的第十点的 这个降低不平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里面 那至于在第二个目标就是这个零饥饿的部分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 他有谈到消除饥饿 实践 粮食安全 还有最后有一个叫做永续农演 所以这边呢 我们有时候就会提到说 到底我今天如果我公共图书馆是在 是在一个农村里面的话 那我怎么样协助当地的农民 可以去得到一些跟农作相关的一些资讯 还有关于说我们粮食市场上面的一些价格等等 那第三个部分我想是我们现在图书馆 不管是这个公立公共图书馆或者是医学图书馆都有都有在做的 例如说公共图书馆可能会有一些关于这个银法族的养生健康的讲座等等 那这基本上就是比较可以协助我们的民众能够达到优良的健康跟福祉 那优质教育就不用说了 因为基本上我们图书馆毕竟是一个教育文化机构 所以我们其实做的很多事情都会跟这个优质教育有关 那第五个是性别平等的一个部分 我今天的这个讲义最终其实会给 会放在这个广和协会的一个网站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download下去看 那也可以去看着说我们in-general来看 那图书馆可以怎么样子来实践SDGS的17个目标 好那这边是11到15 那我们会发现说在 因为其实说真的 我们图书馆虽然对促进SDGS看起来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把我们自己讲的好像大罗天仙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像气候行动 或者是水汽生物 陆汽生物等等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一起讲 因为它其实能够做到的事情 目标其实蛮明 虽然目标不一样 一个是针对水汽的 一个是针对陆汽的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这个事情 大底上面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合在一起讲 然后这个是16 17的一个部分 那等一下我后面还会有提到 比较细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个方法 好那于是我就以这张投影片来跟大家稍微说的比较详细一点 就是在疫情底下的公共图书馆跟SDGS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举例来讲 在第一个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是有一点对应的 例如说这个其实会对应到第二个 就是所谓的消除饥饿或者是零饥饿 所以其实他们就会提到说 我们在公共图书馆 我们可以把民众引到一些 例如说提供带用餐的一个地方 或者是有一些的活动 可以针对一些比较没有东西吃的民众来举办诸如此类的 然后第三个是健康坑福祉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 在这边就可以有一些指引 能够让民众来了解在COVID-19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子平安健康的度过 然后在第四个quality education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可以让民众在图书馆里面上网 其实在国外有很多在疫情期间也没有上网了 但是至少他会提到说 我们可以利用数位环境的方式 让学生能够用到线上资源来完成他的作业等等 性别平等的部分就提到说 我们可能有一些线上的活动可以对女性付权 然后让他们怎么样达到一些目标等等 这个就是在疫情底下我们会看到的一个部分 各位如果再往下看 其实你就会看到一个地方 这个应该是在第九个的部分 就是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的这个部分 大家在这边可以看到 他会提到说 我们现在例如说学生图书馆在做的open access 那某种程度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目标9底下 其实除了目标9底下之外 open access的这样子的概念 还可以放到目标10还有目标16底下 目标10跟目标16底下 那这某种程度是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说 到底我们图书馆在去达到这个SDGs的时候 有一些方法可以做 而且这些在做的事情不一定是我们要从头来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活动 试着跟这个SDGs去做连接 而不是要重新来去打造我们的活动 那只是我们将来再去推动我们之前过去办过的那些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着思考怎么样子把这些活动跟SDGs去做一些结合 好 那接下来的第三个部分 我就比较具体来谈谈公共图书馆跟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可以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我这一阵子在看公共图书馆的一个服务的时候 我就找了一本参考书 这本参考书 我既然忘了参考书的reference 我忘了把它reference把它拿上放上来 基本上这边在谈到的就是公共图书馆有18大类的活动可以做 那他把这些活动称之为叫做service response 换句话讲就是说你的民众可能有一些需求 那你怎么样回应他 那我就把它称之为叫做公共图书馆的18班5亿 那一样我也不会把这18班5亿全部给他讲一遍 例如说各位在这边可以看到有怎么样子帮助我们的商业跟非盈利机构 或者是有一些创业的个人或缴公司提供的一些服务 就是这边看到的建立成功企业等等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在这边有关于培养年轻读者 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bookstart的一个部分 还有另外就是关于加系跟地方史的服务 那甚至像快速参考服务 社区资源服务等等总共有18项之多 那我在这边其实要提到的事情是说 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这边的成功企业的这一块 虽然我在这边没有去写说它应该是福音在 我们在这边所提供的活动到底是可以放在SDGS的哪一个项目 可是各位如果对照前面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 那我们就会说它可能会跟第八项 就是有体面工作跟经济发展 还有就是跟第九项的工业 然后创新还有基础建设会有一些关联性 那一般我们把这个bookstart的相对应的活动 或者是有一堆有一些对应幼儿的一个早期素养的活动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优质教育里面来 那加系与地方史的这个部分 就会放到前面有一个任性社区的一个部分 就这个sustainable 就是永续城乡的一个部分 就会放在这个部分 所以原则上我们在公共图书馆里面所提供的一些服务 我们都可以把它Mapping到17个SDGS里面 我们可以去把它做一些的Mapping 那当然我还是那句老话了 也许我真的没有去做包山包海说我图书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但是基本上在17个项目里面有好几个项目 是我们本来在做我们自己的一个业务跟服务的时候 都可以把它放进去的 所以各位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公共图书馆跟SDGS的关联 我们可以从社区文化教育跟经济 还有就是民主这几个部分来达成 那举例来讲 在这个社区贡献的部分 我们就会谈到说 我可能会跟健康福祉有关 我可能会跟性别平等有关 我可能会跟永续城乡有关 那第二个的文化贡献的部分 这个是我要特别提的 因为在文化贡献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就会提到我们的一些地方记忆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文化遗产的这些保护跟保存 就是会归在这个文化贡献底下 尤其是在SDGS里面有一个具体的target 在11.4 11就是永续城乡 在永续城乡里面的第四个目标 就会提到说文化跟自然遗产的保护上面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会提到说 假设我今天有做 举例来讲像师大有一些 真善本跟古籍的保存 那真善本古籍保存的这件事情 就会归在这个11.4底下 那另外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数位典藏 其实都可以把它归在11.4底下 那教育就不用讲了 因为就是会放在我们第四个目标 就是那个quality education底下 那接下来 这个经济的贡献 就我刚才其实有讲到就是那个 体面的工作跟这个经济成长 跟经济成长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infrastructure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会是在第八跟第九的部分 那最后在民主贡献的部分 可能会牵涉到第十个 第十个就是降低不平等 那第十六个就是和平正义 那和平司法正义类似像这样 那第十七个其实在讲的是一个partnership 就是我在做我们的这个永续发展目标的时候 我不是我自己个人做 那我可能会跟相关的这个社团或者是组织一起去合作 那你就可以把它跟这个第十七项把它连接在一起 我刚才有提到说我有去金门 就是对于这个公共图书馆做了一些辅导 那所以我就稍微看了一下他们现在在做的活动 各位如果对公共图书馆有一些接触的话 我们现在在讲公共图书馆的统计的时候 大概就会提到说你们到底办了什么样的活动 例如说可能办的是跟文化有关的活动 办的是阅读的活动 办的是婴幼儿的活动 或者是办一些这个讲座等等 Anyway我们就会有一些的统计的方式 可是我们如果再努力的去看一下里面所做的事情 其实是可以跟我们的SDGS去做挂钩的 举例来讲金门县的金沙镇做了一个叫做 食师爷的半读小学堂 顾名示意就是半读啦 那什么叫做半读呢 就是在金沙 其实我想在很多地方都有 例如说有一些就是隔代教养的 或者是单亲的小朋友 那他们在放学之后 没有地方去 那公共图书馆就会讲说 你就来我们图书馆吧 那以金沙 这个食师爷的半读小学堂来讲 第一个他不会帮助 他没有要帮助小朋友写作业 他就让小朋友自己去写作业 但是相对的 这个写完作业之后 他们会有一些活动 不管是阅读绘本 或者是下西洋期 下象期等等 那就可以来培养他们的一些 小朋友的一些智能等等 那因为这个活动 看起来其实会跟 我们原先在 18班武艺里面的 所谓的学校 成功的学校生活 那或者是因为 他可能会让他们看绘本 阅读写作等等 所以会跟18班武艺里面的 学习阅读 跟写作会有关系 可是我们如果仔细的看 他的一个活动的内容 你在这张投影片里面 大概会看到有很多 跟SDG4有关的 因为SDG4反正就是 quality education 大概我们办的活动 都可以去跟SDG4 扩上关系 但是因为在里面 所照顾的小朋友 比较偏所谓的隔代教养 或者是单亲家庭的 所以某种程度 他就跟我们SDG4的 降低不平等 中间就会有连接性 就会有连接性 那重点是 实施业的半读小学堂 他其实不是一个 one shot的活动 就是我今天办完就算了 他其实是整个学期 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就一个非常具体的活动 可以跟降低不平等 能够有连接 那其实我也知道 例如说新北市有些图书馆 也是在做客后半读的 这个服务 那这个客后半读的服务呢 就可以跟我们现在在讲的SDG 就会有一些关联性存在 那各位如果再往下看 各位还会看到有一个是多元阅读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亲子阅读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我在这边特别把SDG11的把它连接起来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里面谈到了 剑子沙包 这些可能就是一个比较 我们传统的民间的习俗 或者是民间的技艺 或者是童万等等 那就会跟我们在永续城乡里面 所谈到的一些传统艺术的一些保存跟推广会有关系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连接上去 那像亲子阅读就不用讲了 因为亲子阅读只要谈到Bookstar 它一定会跟SDG4会有会有会有关系 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到金灵香在做的事情 各位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身心障碍者 家庭照护者的一个休闲课程 那我们现在在讲长照长照2.0 那会有一些人是去 这个叫什么 就是服务这些需要长照2.0的人 那金灵香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去针对那个家庭照护者来进行 而且它也不是所谓的one shot一次的活动 我特别要强调这个one shot一次的一个活动 因为等一下在后面 我们会谈到在实践SDGs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会用一次性的活动来带 但是相对的 如果我们把SDGs的观念放在心里面 然后在做活动的推广的时候 是用系列的课程 或者是长期的一个服务 长期的活动来带的话 那它基本上就是真的能够 去跟这个SDGs的长期运作的一个目标 是比较切合在里面的 好 那再往下看的话 你会看到有一个石科小麦文化记 这个也因为跟社区的文化记忆有关 所以我把它放到SDGs1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优质婚姻文化 这边在讲的就是老公不要打老婆 老婆不要打老公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怎么样子 这个维系优质婚姻的一些课程 那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到SDGs5 因为SDGs5在讲的就是性别平等 好 所以我在这边其实第一个概念在谈的事情是说 这些不管是金宁金湖金沙所办理的活动 他在我没有去跟他们谈SDGs前 没有去看去帮他们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评鉴之前 他们都在做了 好 那其实这些事情是很容易去做一个目的的一个置换 或者是把SDGs的一个目的去把它加进来 就可以让我们现有的活动跟永续发展目标 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好 那图书馆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已经在做了 例如说每个图书馆大概都有storytime 那你这个storytime当然可以谈谈小说 可以谈一些风花雪月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把storytime跟气候变迁去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他就可以来协助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读者了解SDGs里面的climate action 就是气候行动的那个部分 好 那你今天可以做说故事时间 你当然可以用读书会的方式 也来处理这件事情 好 那相对来讲就可以让你达到SDGs里面的某一个目标 好 那行动输车 这件事情就是降低不平等 我刚才有讲过了 好 那另外就是带用餐带用餐 资讯就是零饥饿的一个部分 好 那如果你去做了性别友善厕所 那你基本上就是符合了SDG5 就是这个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对于SDG里面的每一个项目 也许我没有办法 真的像我们伟大的政府伟大的世界一样 说我要2030年之前可以达到什么样子具体的目标 但是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服务跟活动 是可以跟我们的SDGs去做扣合的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洛杉矶公共图书馆 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 我还是那句老话 他基本上不是为了SDG 就是当初他们在推的时候 不一定会把SDG的这件事情 就标举他来去说我要怎样怎样怎样 那基本上就是他们在做的很多常规的事情 是跟SDGs有关的 举例来讲他们有一个线上课程是可以协助成年人 非正规的取得高中文凭跟职业认证 让他们有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去找 那当然就会有bright future 然后可能就可以消除贫穷等等 另外就是说他们会跟洛杉矶的食物银行在夏日提供学童的免惠午餐 还有就是关于有一些食物补助的相关计划或者是资源等等 也可以跟零吉尔有关 然后接着你会看到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在图书馆设施上面的一个改善的 那例如说在洁净用水跟卫生设施的部分他们就装设了一些地流灌溉或者是雨水感应的一些设备 或者是绿建筑或者是装设太阳冷板等等 那像这些基本上就是最后他们已经推很久了 只是推很久之后就发现这些事情跟SDGs有关 那于是就可以把他们跟SDGs把它扯上关系 那这边在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的这个部分 这边有一个洛杉矶的plan计划 这个基本上就是洛杉矶全市在去实践SDGs的时候 有一些要做的事情都放在这个计划里面 那因为图书馆我也没有办法包山包海 所以我们就会去试着去看看说在整个城市 以我们现在公共图书馆我们就会看整个县市 以学术图书馆我们就会看说 在我们整个学校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关于SDGs永续发展 现在其实学校里面好大学都要设永续发展委员会 那以前是叫做绿色什么委员会 就是讲那个环境绿色环境的一个部分 那现在转化变成是永续发展的一个委员会 那我们就可以看说在学校的那个大框架底下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底下关于这个气候水期跟陆期的部分 是他们有一个 叫做 大家知道资助人就是隔壁的好 您家的小男孩 您家的隔壁好邻居 那他们在这边有关于那个气候水期跟陆期 他们有一个就是让一般的小朋友 一般的民众都可以去从事一些 这个科技活动 科技测量的一些 的一些这个活动 那基本上在里面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跟水期陆期有关系 那我这边其实特别要讲的是在第16个的部分 第16就是和平跟司法正义 在这里头 基本上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 他们有一个跟青少年有关的 的一个活动 叫做Tins Leading Change Program 就是由青少年来带领变革的一个活动 那他主要让青少年在这个program里面 去探究一些社会的议题 例如说他们可能会谈到 这个无家可归的青少年的问题 或者是媒体素养不足 或者是污染 或者是食物浪费的一些问题在 那这边在谈到的就是说 我藉由让青少年 他可能透过工作坊 或者是世界咖啡馆 去讨论这些比较严肃的议题 那可以增进青少年对于 健全的和平跟司法制度 上面的一些了解 那从而让他们在未来 可以在长大之后 能够可以去重视这些和平 跟司法制度上面的一些议题 那举例像这些的活动 他也许不是完全直接的 跟健全的和平跟司法制度有关 但是都可以对这些相对应的目标 有一些的关联 有一些的一个帮助 好 那前面讲的是在公共图书馆的部分 那后面就稍微提到 这个学术图书馆跟SDGS的一个目标 我也去找了一些这个文件 那其实在里面 我认为在这边所谈到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比较general的方式来做 就是假设我只是要把我现在传统的一个服务 去看看说怎么样子硬跟 或者是就是很牵强的跟SDGS走在一起的话 大概都可以有一些关联性 目标四我就不讲了 那目标五的部分就是性别平等 那当然都会谈到图书馆是提供安全的聚会的场所 那宣传避免性暴力跟性骚扰的一个活动 那目标九跟目标十六 一般来说就会跟我们学术图书馆在做的研究资料管理 OK机构典藏开放取用会有关联性 同样的在第十个降低不平等 跟第十六个justice and peace的一个部分 也会跟这些跟open access 或者是open science有关的议题会扯上关系 所以我昨天我朋友就讲了一句话说 为什么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好像都会跟SDGS有关 因为好像SDG包山包海都在 我要讲的事情是说我如果一定要扯的话 这些真的都可以扯上一点关联性 那第十一个就是永续城乡 那各位在这边可以看到说 我还是比较重视的就是在里面有一些文化资产 还有文化资产的一些数位典藏等等 都可以跟目标时宜会有一些关联性 好那如果再进一步去看 如果再进一步去看不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硬扯的话 那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学术图书馆还是有一些服务可以做 举例来讲书目疗法我就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在公共图书馆或者是 学术图书馆都是一个非常跟 Health跟Wellness有关的一些活动 另外在公共图书馆有很多在办瑜伽的 瑜伽的那些活动有 另外就是在考试期间的一些减压活动 这些就会跟这个有关 那公共图书馆我记得像新庄还是哪里也有在办Sherapy Docs 就是狗狗陪小朋友阅读的这件事情 那就会跟健康跟福祉有关系 那如果我们要讲的比较具体一点 例如说像我们刚才的优质教育 我就不会去讲说我就是提供好的馆藏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说我可以针对SDGs里面的相对应的目标领域 我可以有读书会演讲书展 那基本上就是福音的SDG4 另外像洁净饮水卫生设施可负担的清洁能源 那各位就会知道说我可能会有些图书馆会去装太阳冷板 有些图书馆会去在健兴馆的时候会有 立建筑的标章 智慧建筑的一个标章 那我们图书馆有做了节水马桶 节水水龙头 那为什么要讲饮水机呢 因为你有了饮水机之后就不会 这个读者就比较少用塑胶制品 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 那当然合一的工作跟经济成长 我们某种程度有提供攻读机会等等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在这边有用黄色的这个部分 我这边其实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从学术图书馆来讲 不管是馆藏咨询 学科馆员的专业 我们都可以介入在SDGS里面的17个目标 都可以提供相对应的馆藏咨询跟学科馆员的一个专业 或者是我们办理一些相对应的活动 那只是我在前面这个地方我就有比较具体的去讲一些事情 那另外刚才在这边大家又可以看到 就是工业创新跟基础建设 理论上校园内的创业创新活动 可能是就业辅导组在做的事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说 我怎么样子跟就业辅导组去做一些的合作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把这个partnership的一个概念去把它做起来 然后各位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 例如说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常规 如果一直有在做的就是那个二手教科书的 不管是交换 或者是便宜卖类似像这种的 那某种程度就会跟缩小不平等 跟气候行动有关 因为气候行动其实就是我们少买一些 就是我们用交换的方式 或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 那基本上就少一些制作 少一些制造或怎样 那基本上会跟这个气候行动有关 那二手书的拍卖就会跟一些比较弱势的同学 让他们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买到教科书 跟别人能够有同样的教育资源可以使用 那这个就会跟缩小不平等有关系 好 所以前面就很快的跟大家提到了 公共图书馆跟学术图书馆 跟这个SDGS的一些关系 那最后的部分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因为IFLA从一开始就在支持这个SDGS 所以他后来就做了一个网站 那也鼓励大家能够把这个SDGS的故事 跟大家去做分享 所以他有一个叫做IFLA Library Map of the World的一个 的一个网站在 那在里面我们只要去点选 例如说我们点选到第四个目标 Quality Education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26个国家贡献了39个故事 我老实跟各位讲这17个目标里面 大概就是Quality Education被贡献的最多 那这也跟我们图书馆的使命的连结 我想大家都很容易去了解 那底下看的这个案例是新加坡给的一个案例 那我透过这个案例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 你做的事情有可能会跟一个以上的SDGS是有关联性的 举例来说新加坡的这个活动 它其实就叫Kids Read Kids Read的可能就是Bookstar 所以你第一个想象就是这个Bookstar呢 就会跟Quality Education是会有关系的 那如果再往下看 你就会看到说因为他们的重点是Low Income Family 就是弱势家庭 然后希望让他们能够学习英语能力等等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因为是跟弱势家庭有关 所以就会跟第10个目标就是降低不平等会有关联性 那另外因为这个计划是跟跨单位在合作了 除了新加坡的NLB之外 还有其他的单位大家一起partnership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这件事就会跟第17个目标会有关联性 所以他们就在IFLA就是用这种方式 希望大家能够去分享SDGs的一个故事 好 在我印象中这是ALA的 ALA它在网络上面也有17个贴簿 然后就说你可以去下载一个word档 然后把你们家的SDGs 你们家图书馆对SDGs到底做什么事情 就可以create一下一张像这样子的一个海报 好 那前面我在讲的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的17个 怎么样去实践17个目标 我就是看着这个影像档来的 但是这个JPG档其实很小 所以我看到我眼睛都快得老花了 终于把17个目标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把它列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也鼓励说大家可以 用这个SDGs来画你们图书馆在做的事情 好 那我自己因为在计划底下 所以我也在想说我们应该要collect一下 就是台湾各个图书馆在做的SDGs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活的现在可以连 只是内容还不是很齐全 那我在里面有把 ifla library map of the world 里面的一些故事 我有去把它稍微做一个翻译 那我也是希望说将来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 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也许会写一些guide line说你们的故事怎么样子写的比较好 那我也会可能用发文的方式 请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来填一下这样子 好 这是最后一张的投影片 前面讲了一些 有一些公共图书馆跟学术图书馆他们在做的事情 怎么跟SDGs去做连接 那我觉得很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如果我们图书馆里面真的要去推广跟落实SDGs 首先第一个就是就像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五间讲座 就是希望能够提升管员对图书馆跟SDGs关联的一些认知 我们绝对不是只有在quality education会有关联性而已 而且我们在这个SDGs里面我绝对不是一个旁观者 因为从一开始IFLA在SDGs没有定出来之前就不断的倡议 不断的鼓吹 到现在他的一些行动都跟我们讲说 我们其实跟这个SDGs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的 那接下来几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想说我到底可以怎么做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做SDGs的馆藏发展 跟整理SDGs的书单 所以各位在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这应该是天下的吧 就是天下他们天下元件 有一个关于SDGs的书单是给小朋友看的 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东西呢 去整理一下我们图书馆的一个馆藏 尤其是公共图书馆 那大学图书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合作去把SDGs的一个书单 去把它整理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也看过了这个书展跟读书会 例如说高试图有一个SDGs永续发展keep going的书展 那另外很多图书馆包含师大图书馆呢 我们自己也办了线上的书展 就是右边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把SDG1 SDG2慢慢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料呢 逐渐的一个上网 那这个书展跟读书会的目的呢 当然就是希望我们的的读者我们的民众能够了解这个SDGs 那尤其我觉得透过读书会的部分 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的去深思跟发想 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SDGs 那第四个呢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讲的 就是我们图书馆做了很多事情真的跟SDGs有关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把它挂钩上去 所以这里就是我第四点所谈到的repurpose的这样子的概念 把图书馆举办的活动repurpose跟SDGs拉上关联 例如说现在各公共图书馆的Bookstar就一定会跟SDGs4有关 那我刚才的丰师爷的半途小学党就会跟SDGs4跟10有关 那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的活动 是不是其实是跟SDGs是有关的 那倒数第五项 就是你总是会有一些一次性的活动 所以我印象中 四大图书馆在几年前在台湾阅读节 还有423的世界书香日 还有就是在中正纪念堂 还是那个单公园里面 我们也有拿SDGs去跟我们的读者跟我们的民众去做对谈 那我基本上觉得这个是一次性的活动 你总是会需要去做的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能不能够落实SDGs在我在想活动的时候 想服务的时候就已经把SDGs放成是一个中心的理念 然后去推一连串的系列的活动 我要讲的是今天如果风师爷半读小学堂 他只办一次的话 我就觉得他没什么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很常态性的 长期的去办这个活动 我觉得那个影响力才会出来 举一个例子 我们师大有对于偏乡教育 在花东地区有一个叫做passionate的一个教育的活动 那跟图书馆没有关系 可是因为他长期在办 所以一定会跟这个SDGs4跟reduce inequity 就是降低不平等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关 那我也知道成大图书馆 有把他们的一些活动直接带到社会社区去 那也许会跟USR其实是相关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活动到最后 都是为了要落实我们的SDGs 那我也期盼不管是公共图书馆或学术图书馆 在去思考这个SDGs的时候 从一开始的一次性的活动 那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也许能够进一步去思考 是不是有一些有长期性的一个活动来去进行 那这样子我想对我们落实 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一定会很有帮助的 好那我今天的这个讲座就到这边 好我的讲完了 这样子好那我就调开 好 OK那我也希望说今天 今天的这个talk对大家 有一点帮助啦 基本上我觉得说大家做的事情都跟SDGs有关 只是怎么样子去装扮一下 去打点一下 其实我想那个观点性会更高 好那不知道在座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 好了我想大家都很安静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个会后 管和协会的专员会把今天的录影跟 黑脑都会放到 放到管和协会的网络网站上面 那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去download 好那如果没有特别的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理事长